《传言喜攻略》翻拍越南版。演员相似度100%。高贵妃绝对亮点。 《传言喜攻略》翻拍越南版。演员相似度100%。高贵妃绝对亮点。 《传言喜攻略》要翻拍越南版。中国宫廷剧《传言喜攻略》红遍华人圈子,除此之外其实不少东南亚非华人地区也一样爆红。 《传言喜攻略》有传《越南将翻拍演喜攻略》,连演员名单都出炉了。 《传言喜攻略》《传言喜攻略》将翻拍。于正耿直回应,邦权并未受处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《传言喜攻略》将要翻拍越南版。 该剧爆红东南亚,播出期间越南当地还率先外流最新极数,引发密切注意。 近日,该剧传出越南有一番拍,视镜照一曝光,涌入了上万则留言关心。 据当地媒体贴出两国演员对比照,越南演员武官和原版确实有几分神似,不过名誉的玄角被质疑怪怪的,讨论最热烈的则是高贵妃。 吴锦言与越南未应落扮演者。 网传言喜攻略将翻拍。于正耿直回应,邦权并未受处。 徐凯与越南复查复衡扮演者网传言喜攻略将翻拍。于正耿直回应,邦权并未受处。 秦岛与越南皇后扮演者。 蛇事曼与越南贤妃扮演者。 名誉扮演者。 名誉扮演者被指出入较大。网传言喜攻略将翻拍。于正耿直回应,邦权并未受处。 秦岛与越南贤妃扮演者。 网传言喜攻略将翻拍。于正耿直回应,邦权并未受处。 秦岛与越南贤妃扮演者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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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传言喜攻略将翻拍。于正耿直回应,邦权并未受处。 三年后。 两国网友调侃称,一定要这样委屈弘历吗? 没必要这样伤害贵妃吧? 法海快来,越南有的演员好好看啊。 言深阅读。 越南江翻拍演喜攻略。于正,邦权并未受处。 近年来各类古装剧备受网友关注 《沿喜攻略》就是火爆暑假的一部宫廷古装剧 这部剧未播之前大家并没有想到会如此受欢迎 有关注这部剧的都知道于正这次是真的花了心思了 如今这部剧落下帷幕已久 但热度思考没有减少 一般经典的电视剧都会被翻拍 中国就翻拍了不少韩国的青春爱情剧 《沿喜攻略》播出后热度实在太高 香港甚至韩国的网友都夸得不行 前段时间台媒还爆出越南有意翻拍《沿喜攻略》 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纷纷向于正求证 日前,有媒体爆料越南有一番拍暑期热播剧《沿喜攻略》,还贴了两国演员对比照 对此,《沿喜攻略》制片人于正回应称,该剧并未授出版权 《沿喜攻略》、《沿喜攻略》不仅是内地暑期爆款,在东南亚也十分受欢迎,播出期间越南当地还率先外流最新极数,引发热议 日前又传出越南有一番拍该剧,当地媒体《FIN28》还像模像样的贴出了两国演员对比照 不过,这一消息遭到了《沿喜攻略》制片人于正的否认,他在相关微博中留言表示,版权并未授出 参考来源